好,我们现在有录影,那我今天其实,欢迎大家,我今天其实想讲两个东西的一个呢,就是我会给你们看点相片,因为有一些朋友是不是两个星期的时候没有去到我们的那个,没有去到我们的这个那个什么,那个十周年纪念对不对,所以有一些是没有去到的,所以我给你们一点相片呢,给你们回顾一下,让大家看一看 看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那然后呢,之后呢,我就会讲这个,如何讲你的还原水故事,其实如何讲还原水故事是,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讲不好,很多人讲讲不好,就是你讲故事,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嘛,为什么你要讲这个故事嘛,一定要有一个目的,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讲不好,所以其实那个课题应该叫做如何讲好你的还原故事,OK,那 所以这样子呢,我会把你们暂时全部禁营,就把全部禁营,其实你们如果要问东西的话,是可以开声音问的,你可以开声音问,这个是你自己可以开声音问的,但是我会先把你们全部都先禁营,那就比较少一点 啊,啊、啊、而啊、 problem,OK,啊 floo,啊,不小心开了声音调罹动吗,就把我们没有丟到,OK。 All right Yeah Michael and And Stephen Ok 好 Ok so 来我先来问一下先有多少位 你们是 有趣 这个四周年纪念的 来来我来看一下 有的写在chatbox那边 如果你不会打字在那 chatbox那边开声音讲也可以 有趣的来 有在的 这周年的dinner 讲dinner dinner你有趣的 Hello Ok 阿尼有 然后呢 Alan有 Irene有 Suling and Daniel 就讲dinner啦 Dinner 他们那有 Doccus 不会有 还有谁有趣的 还有一些我知道他们有趣的 但是他们没有打在这边是什么意思的 咪咪 咪咪是谁 咪咪是Duncan 咪咪是吗 咪咪是吗 咪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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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趣 还有咪咪咪 Linda,你有没有在那个视频后面,Herbert,有没有去,Michael Al,Elaine,Elaine有没有去,Evelyn Su,是不是有去, OK,有一些朋友没有去到,Evelyn Su没有去到,Michael Al也是没有去到,Lucy有去, OK,所以我看有一些没有回答,不过我猜大概有一半,大概有一半的人有去,一半的人没有去,OK,好,那我来问你们几个问题,有去的人不可以到,有去的人不可以到,我来问那些没有去的人,OK,看你们可以抢大,开声音大也可以,打字也可以,好,来,我先问你,Energic这一次是第几周年的那个大会呢? 10,10,OK,Evelyn Su也是很快,他也是写10那边,OK,very good,OK,十周年,好,那请问这一次大会是在哪里,在哪里举行,K.O,K.O,我就主K.O啦,你不是说马来西亚也是对的,你讲马来西亚也是对的,OK,OK,Evelyn Su对Sunday Convention Center,OK,那他们Sunday Convention Center, 请问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人知道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想要做多少台的呢?一开始,一开始,不知道啊?一开始是多少台?没有啊?那么,最后多少台?最后一公里多少台? 最后当天晚上有多少台? Michael,I think your background noise is very strong Oh,sorry Got fan啊?is it something like that? OK So,Michael,I'll share the 99啊,我不知道是不是99,但是是90多台 对,90多台 Actually,一开始的时候,Energy呢,就说他们要想开50台,我想为什么50台这么少? 他说因为三年没有做了,不知道要怎样去预备,预备,预备,预备这个整个东西啊,所以我们讲就订了那个三位,就跟他们订50张台,但是当然可以加的啦,那么一直加,一直加,加到最后的时候就90多台了,OK 所以当时候是90多台了,900,900多个人在那一边了,OK,那我给你们看一点相片,你们,让你们多看一点相片哈,OK,这个就是我们的anniversary的相片,你们看得到吗?看得到吗? 好,这个是我们的10周年纪念,其实Energy呢,我们开始做Energy的时候是2011年的,2011年的开始做的,但是这个Energy的office呢,一直到了2012年的8月多,这样他才开始开了那个office啦,所以这个是我们的10周年纪念啊,那这个是当天早上,其实他的event呢, 分啊,是早上有一个training,然后晚上又有一个dinner,然后第二天又有一个ekwtraining啦,这个就是早上的,这个training,这早上一共有1345678910,设备领袖,每一个人只可以半个小时,但是这些每一个都是6A24啊,就是啊,对,其实全部都是6A24以上的,才有讲的哈,才有上去讲的哈,那么啊,包括了, 这些人,我也会介绍你们几个,因为有时候你们可能不了解他们的背景,这个是谁,这个什么名? 想在这个什么名? 这个师傅 OK,这个是Cyphor Mualin,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因为是这样,如果你们不知道他的背景啊,他是整个Petronas,Petronas是一个 Fortune 500哦,他现在不是Fortune 500,其实是Fortune 100,全世界一百名企业,一百名最大的企业,其实马来西亚有一个真的是很,好厉害的公司,就是Petronas哦,在所有的Petronas里面是不是,anything to do with engineering, 只要关于到engineering的东西,他就是头,你想想看,所以他是在整个,整个,啊,Petronas里面的是,他就是最大的那几个,啊,那几个高级,高级经理啦,他是这样子啦,啊,不过他真的是在做,可能我知道,他是当时候是53岁开始做的,53岁的时候,那时候他要退休, 他知道他要再过两年,他要退休了,他也知道退休了之后,也不可能坐在家里那边,什么东西都不做,所以当时候康根来的时候,他看到康根,因为他是engineer,所以看到还原水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机,但是他也看到有一个商机在那边,然后他就放赞一下去做了,他现在是6岁23,其实他是这个里面的其中一个6岁23,他是6岁23,那当然我们,啊,也有西夫Alfred,西夫Alfred讲的 秒节回本,哇,这些东西我都没有听过,就是你立刻就回本,哈哈哈哈,秒节回本,然后,成功就是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成功是一种习惯,失败也是一种习惯,你的习惯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用好的习惯来替代,所以如果我们,啊,习惯懒惰,我们就用勤力来替代,你可以不想成功,但生活并不会因此而轻松,所以,啊,生命,啊,要怎样,要怎样, 不要成功,不要成功,是所有都是在你的手中,你自己要决定,啊,ok,那这一个呢,是Kelvin Mock,Kelvin Mock,他有讲,如果,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如果,你想要赚5000块美金一天,啊,一个月,一个月,5000,你要收息啦,你要收利息,5000块美金,一个月啦,啊,如果是你要收利息,一年呢,比如说,一年你可以赚到5%了, 你要放多少钱在银行呢,但是528万,你要放528万在银行里面,你才能收得到,啊,5200,啊,啊,所以5000块美金,啊,5000块美金,啊,5000块美金,你要放500多万马币,你才可以,才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一个收入啊,但是如果你想要有每个月,美金2万块,美金2万块, OK,这样你就需要放2100万马币,啊,如果,说,他一年可以帮你赚5%了,那你放2000万,在银行里面,你就一个月可以拿到2万块,美金,啊,哈哈,所以你说,这些人,啊,如果他们是242526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百万付吗, 当然哦,OK,啊,好,那当然,Nori跟Zahid上来也有讲,我会比较快一点,然后相片也多一下,反正给你们看一看,啊,这个是我的, 我上线,John,他7 rules of success,OK,然后,啊,啊,这是,Sensia,Sensia,他也有讲,然后,Gary跟也有讲,Gary跟讲到的很多人也是,也是,学的很好,啊,这个是,其中一个环节,我们把那些,啊,シフォディk是,是,撕移啊,啊,就把那些年轻的,这些全部23岁以下的,25岁以下的年轻人,你现在很多十多岁的,都在那边,上课, 叫他们上去 这是我们的未来 这也是我们的未来 当然Sifu Price 他也有讲一个课题 五分钟 Sifu Price 这个我要把他的那个video找出来 再发出去给你们 大家可以再听到一次 他有讲他的故事 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故事是不是 等下是不是 你会听到是不是 他跟我讲的那个故事 是不是有关联 因为我讲的那个故事 是不是那个构造 如何把你的故事讲好 是不是 Rice的这个故事 就是跟这个版本而做的 我帮他写几本 他自己改 我把那个大纲那个构造 把它写出来 然后他自己夹 他自己做的 我也有讲一个课题 我的课题是 How to tell your cognitive story 所以我们等下的就是中文版 我们等下来就是中文版 OK 然后 然后之后呢 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之后 我们有一个6月24以上的 那些领袖就跟两个老板 在那边讨论 站起来是 Shia Min 是我们Energic Malaysia的 Manager 但是 右边的那一个 他刚刚要戴眼睛的那一个呢 是 Nick Nakal OK Nick Nakal 他是以前Energic Malaysia的 Manager 现在是Shia Min 但是以前他是Manager 几年前 因为Energic 他们通常都会transfer 给他们去几年 几年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是照顾 除了照顾马来西亚还照顾Dubai 还有照顾这个印度 印度的market Dubai market 跟马来西亚 market 就是由他掌管 所以他们现在给他一个华名 因为他现在去 去印度了 他们不要叫他做NIC 他们叫他做Ghandi 这是他们开玩笑告诉我听 因为中间这个是多么商 日本人来的 但是在德国 在美国做了很多年了 9年在公司里面了的 所以他在他在欧洲啊 而且很有经验 他是Global Sales Manager 所以那个是你的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们就有我们的 10th Anniversary 所以这个还没有进场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了 有很多这些 这个是谁的衣服呢 有没有人猜到 这是什么团队的衣服 这个是哪一个团队 我啊 啊 Cohos Cohos 帮我 Milk掉他们啊 Milk看到了 因为他的右边啊 他那边有个D在旁边 DKG啊 Dennis Kong的 团队啦 OK Let's go to DKG OK 好 这个是我们的 Dinner啦 Dinner 然后还没有进场的时候 这些人就开始搬 Leng Leng啦 这也是看个 People啊 People Yvonne Sifu Dokers Sifu Lisa 跟 Cora 然后Alfred Jimmy 啊 我 Kenny 啊 这个 呃 我的 Leng Wan Ma Wan Ma Jenny Percin 然后这个是进场的时候 其他的那些你不认识的呢 这边呢 全部都是6A23以上 就是Energy Malaysia的6A23以上的 OK 就进场了 这个是进场的时候 新冠闪闪 OK 我会比较快一点啊 因为有多相片 给你看看 这是开头的表演啦 啊 表演 这是Drum的表演 OK 然后 啊 啊 啊 你支持 然后他们有 Catcake的仪式 10 years anniversary 这是我们的晚餐 这个是头盘啦 啊 这个是头盘 然后有唱歌 这个是谁 Bing Boleger 这个 这是我们 True Health的人 哦 Shitbox Shitbox 快点快点 猜中没有讲 这个是谁 这是我们True Health的人 OK 上台演唱啊 是谁 这个 你们不知 Edmund 对 Edmund OK 然后这个是谁 是谁 Shitbox Shitbox 大马美严芳 什么名字 哈喽 没有人大吗 Sharon Wong OK 王雪云 OK 这些都是我们出场的人 他们两个就演唱 你们知道他们都是这个 其实是Astro的冠军歌手来的 所以这些是professional来的 不是玩玩哈的 OK 但是一这个一开始他们上台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人 啊 miss掉了 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东西 突然间 可能 Energy 没有讲到好啊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全年度 就是呃 我不知道他是全年度是算今年还是最近的12个月了 啊 最高产量的那一个 里的6A呢 就是Janson 全年度都是全马来西亚 6A是Janson 6A2是 是 呃 Gillian 6A2是我们 我不是 是这样记 OK 这个是 但是我的这个一个另外的account 6A2 我们全年度最最高 啊 最高的group sales 然后 23的全年度最高是 Jennifer 还有 还有啊 这个谁 的 Kennie 然后 6A2是全年度最高的是 uprise 所以 其实 这一堆 是不是 啊 这一堆啊 都是 全年度 各 Leaders 各 各 各 Punkard 啦 最高的 总销售 你知道吗 啊 那一天晚上 是不是没有解释好这个东西 所以啊 所以很多人不不不不清楚 他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 OK 啊 但是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全年度的销售 从6A6A2 6A2 6A2 6A3 6A2 4 是有处号保办 有没有看到 哦 所以你要 拍自己的肩膀啊 你现在在 collect的团队 你们 我们都是在 对的团队里面啊 我们就要继续加油 因为你现在是在对的团队里面 OK 啊 所以这个啊 你也有看到这一团队啊 哇哦 整个 family 出来 其实他也是按照 true health true health的 malay group的 top performance 这个group的 他们的啊 一个现在 全家的 全家的 整个肝膀啊 上来啊 啊 啊 当然 他们都有上台去 领奖咯 这个我只是给你们看 比较大张的啊 比如 养黄解晕 6A22啊 这个是我们的6A22 这个是 Denis Kong的6A22啊 这个是啊 Kenny他们 他妹妹 帮他妹妹拿的6A22 啊 这个是 是西夫 Belinda 西夫 Nik Belixing Legacy 是他们的团队 6A22 然后在啊 这也是所有的6A22 然后过来是6A23 西夫 Doccas 恭喜哦 来 西夫 Doccas 在这里哦 恭喜他 6A22 623呢 9万2 但是这以前早就已经给他用完了 应该是啊 623 然后 这个是 Jennifer 的623 Kenny的623 那这一些呢 如果你们在 Condent还是新的 你不明白的是什么 这些是红包 这些是升级的时候 升级的时候 Energy给他们一个红包 给他一个红包 OK 所以这些不是每个月 他收的那些 commission 不是每天收的commission 也不是每个月收的bonus 这个只是一次性的红包 但是你也看到 这一个数目也不是小的 所以就完 这个 然后 Alfred Alfred 6月24 这些呢 不是今年 他是在 这三年加起来 因为我们两三年没有做 做Event了嘛 所以他是两三年的 所有的那一个 没有上过台的 他们就一次过 给他们上台了 OK 这个是Alfred的6月24 所以是18万事 你可以看到吗 但是 但是 当天最高的那一个是 是这个 是Alfred的 33万8 这个是6月25 Alfred本身就不能到场了 因为他是没有打 vaccine 所以家里也有一个很老的妈妈 所以Alfred就当天没有到场 不过我们帮他带 不过这个钱早就已经进他的袋子了 那天我们只是帮他拍照而已 所以是368 是6月25 有人知道吗 如果下一个 如果再去到6月26的话 如果Alfred在神迹上6月26会拿多少钱 有没有人知道 再上多一次的话 要拿多少钱 这个是6月25 如果上到6月26要收 他的那个红包 要多少钱呢 不知道 OK 当天其实最大的就是这个 就是6月26了 76万 这个是 西部Koran 76万 但是你不要忘记 西部 陷下早就已经拿了这个 因为他们是两个account 都上到6月26 很少很少 有两个account 一样大的 就算是两公婆 不同的名字也好了 不同名字 一样有名字也好 是不是很少 有两个account 一样大 一样的 通常都是一个大account 另外一个是比较小的 但是他们两个都上到6 这个是很难 OK 那我们都是在陷下的下面 我们也是在 cora 这一个group的下面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tru help 那天的 那那那的 就是后来的牌照了 OK 这个是一部分的人也有些 不是走起来 这些是看到没有 然后两个人也有两个人 这个是我们 这个 Anton 是 是 是 他 他是 从我们的 Dubai 他是 6月2 他是从 Dubai 来的 6月2 来的 这个 6月2 我要帮忙的话 找他 他是 附近人来的 现在住在新加坡的 然后看到没有 Leng Lui 哇 Di 艾美 然后 Gilian 然后 Norazian 中间那个是 Norazian 做过22次 Kemo Therapy 20次 Radio Therapy 今天是 Totally Cancer Free 做了22次 Kemo 之后 20次 Radio 之后 Tilent 是 Kangen 我的 但是 今天 是 Totally Cancer Free OK 这个是 第二天的 EKW EKW D 我们就用 这一个场地 这个场地 比较特别 那么EKW的时候 他们就好像 看戏 这样 这样子来讲 这是玩了的时候 他们的拍照 OK 那当天晚上 我们也 受邀 就是去 Sankt Kora 这个是 比较少人的 比较少人的 因为他们 有很多 那些 外地的 Dubai的 美国 那这几个 Antoni 这个 白衣的 中间 在西部 Evan 旁边的 那个白衣的 还有 后面的 Lena 这些是 从英国 飞过来的 英国 从英国 飞过来 这边 这边 一起上课 英国 飞过来 这边 上课的 OK 所以 上天晚上 这个 还喝了一点酒 不过 他上来 讲了几分钟 他是印度的 一个 他讲几分钟 他的故事很好 因为他在讲 一个信息 他说 清晰度 他说 只要你 清晰的话 什么就是 清晰的 就是你知道 你应该 走这样的路 你知道这个 还原水 是怎样的 一个生意 你知道你应该 怎样做 你就去做 不会错 有道理吗 他讲了几分钟 就是讲一样东西 清晰度 Clarity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是吧 因为我们 就是没有清晰度 想要做 看更 又想要做 别的东西 没有清晰度 就是两边 要做 不知道要做 哪一个 很多人就是这样 OK 所以 如果有 清晰度的话 他们就不会错 有时候 我们没有 清晰度 我们想要做 看更 讲了一个 两个 三个 人家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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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就软下来了 不知道 又没有清晰度 他们没有 这个问题 很清楚 自己要的是什么 他去跟人家 讲的时候 人家说 no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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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要找 那是他 就是不断的 这样子去做 这个清晰度 清晰度 是怎样的 他叫他的儿子上来 这个儿子 今年是22岁 已经做 看更 做了5年了 从17岁开始 因为他算是 有一点钱的人 他 这个儿子 以前是在 英文是不错的 而且是在 Private School 那边上课 学 Private School 上到17岁的时候 原本就是 已经要去外国 去外国那边 读书了 已经预备好钱了 那么他就叫 儿子不要去了 不要去留下来 做这个坎根 所以儿子刚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 也是 好了 帮爸爸做了 后来做了之后 他就开始 18岁以后 他就开始有自己的账户 现在是负账 讲话非常清楚 非常有清晰度 非常了解 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 我要的是什么 我在别的地方 我说 他说 怎么样可以 可以 可以比 更 坎根 更好呢 没有 坎根 他说 就是要做坎根 有清晰度 极容易 对不对 没有清晰度的话 是想做 那个想做 那是不是 然后 就粉散注意了 有清晰度的话 他就是从 不用去想 这样做 OK 这个是第二天 那么第二天 我就 想到 我们那些 沙巴沙扰夜的 也是坐飞机来 所以我们就约了 他们去 险家的 家那边也是做一做 这个 所以我们 sorry 没有叫到KL的朋友去 因为这些是 真的是坐飞机的 沙巴沙拉瓦 所以带他们去 SAM的家 在那边 坐一下 听下西部 多个什么 讲话 这个是过几天 我们跟这个 杜拜的 团队 谈天 然后我们也有 遇到这个是 杜拜的 manager 他是一个 埃及的 他现在是在 杜拜 杜拜 manager 因为杜拜 照顾所有的 中东的生意 包括中东 包括北非 就是Egypt 那些area 是不是都是他们的 管辖 一直到Turkey 这些都是他们的 管辖之内 所以就跟他们 在那边 谈 OK好 当然也有一点 去吃东西的 你们有看到 西夫 Alfred 就带我们去吃东西 吃火锅 两天就吃两次 这是其中的一个 火锅 是第二天 然后有变脸 这样的东西 还有 还可以看变脸 这个变脸 他没有变脸 变脸 然后跟西夫 不是西夫 这个是 Angeline Angeline是我们以前 Chemin的上一任的 那个 Energy Malaysia 他现在住在新加坡 他现在是 专负着 整个 亚太区的 这个 故宫 他越喜欢 他现在比较开心 住在新加坡 OK 然后我们还去看戏 Top感 我去看Top感 OK 这个就是我们 当时后 这个 这个东西 这 这 那几天 每一天都是 一天两天才睡觉的 就是这样子 OK So 下一次呢 你们要等到明年了 明年了 明年才是下一次 OK 明年是不是 所以要 大家要 一起来 OK 好 OK 我进正题了 OK 我现在 现在就开始 做这个 给你们了 All right 来 我们就直接进去 这个呢 如何讲好 你的康根故事 OK 大家都会讲故事 没有问题 我知道每一个人 都会讲故事 问题是这样 讲不好 因为什么 你看我那边 如何讲好 你的康根故事 以便 所以 然后 OK 因为你为什么 要讲康根故事 因为人家 问你的时候 你讲是不是 不是讲爽的 你讲是有一个原因的 你要勾引其他的 那个 那个 注意力 要让他有 有 那一个 好奇感 是不是 OK 所以这个是 是这样 那 OK 还有几张 所以当 这些 这些都是一样的 我们给你们看 所以先跟你们讲我的故事 你们告诉我听 这个是一个好的故事 以前我们是这样讲故事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是这样讲故事 听 讲故事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听 我遇见一个东西叫做康根 我这个康根 我我跟你讲 莫拉 真的是很好 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水机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水机 它真的是很好 喝了是不是 躺尿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开始做康根 已经超过四万五千 个组织总排数了 OK 那这个是大多数人 讲故事 都是这样讲的 OK 我怎么样遇见康根 我的 然后 我怎么样 在里面赚到钱 然后 如果是健康 就是我怎样遇到 康根 我的 然后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健康 怎样进不了 之后 都是这样讲故事 请问这个是一个 好的讲故事的方法 OK 你们先看一下 等一下 我们来 来回来看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故事 OK 那其实是这样 每一个人都喜欢 听好故事的 你要怎么样 讲好你的康根故事呢 你要明白 我们讲故事 不是讲爽 只有原因的 为什么 当人要问你 为什么选择 怀念水啊 你可能只有 那三分钟的时间 要去解释 为什么要喝怀念水 或者是人家问你 为什么你要选择 这个康根试验 你可能就有 那三分钟的时间 要讲这个康根试验 OK 你可不可以 把握那个三分钟 来去讲 讲好你的故事 为什么你要选 或者是人家问你 你傻了啊 你好好不去做 你的那个 不做你的 你走去做 你傻了啊 OK 你怎样 在那三分钟里面 是不是 讲好 因为你没有时间 人家也不要听 你怎么样 快快讲好 你要讲的好 OK 所以我给你们一些 好故事啊 给你一个好故事 你来注意一下 看下这种好故事 他有什么 他的结构是这样 OK 那 想当年 很久很久 以前 有一个幸福的女孩 人见人爱 车见车载 对不对 他很好 但是呢 他遇到一个邪恶的心魔 父亲死了 之后他就饿到一个邪恶心魔 非常邪恶 要害死 他还给他吃了一个杜苹果 昏迷了 好在呢 还遇到一些最好的朋友 包括这个七个小矮人 救了他 那么他在遇到他的那个 白马王子 永永远远的狂人 耶 你没听过这个故事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checkbox来给我听 看一下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看见你们还是还没在听故事 在这边有没有 谁很喜欢这个故事的 哇 Samantha I like 哈哈哈哈 哎 啊 喜欢啊 啊 你想想看 Disney World 这个是啊 他有Disney 有Disney World 又有很多个Disney World 这个是Disney World 在Niami OK Niami的Disney World 一年年度的访客 五万 sorry 不是五万 五千八百万 个人 去他的访客 你知道吗 哦 你可能讲这个是很恶心啦 小孩子啊 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是大人的游乐场 大人小孩都刚刚的游乐场 一年有五千八百万个的 你说 没有人喜欢好故事 OK 再给你一个很好的故事 想当年有一个很好的飞行员 OK 飞行员是不是 但是是不是很不幸的事情 发生了 他最好的朋友死掉了 所以他就跌进那个谷底 爬不起来 但是他有遇到一个很好的女孩子 一直鼓励他 一直鼓励他 所以他再重新站起来 这个故事好不好 36年前的故事 今天重拍 头三天的票房是一百 一亿两千四百万美金 就是五亿马币 三天的票房 在美国而已 这个 三票房 36年前的故事 现在就三天票房 已经是五亿了 所以人家喜欢听好的故事 再来给你一个好的故事 这些有一堆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就是 整天就超级英雄了 但是呢 他们遇到一个超级大坏蛋 而且还不只是超级大坏蛋 输到很惨 输到几惨呢 输到是不是 全世界 sorry 不是全世界 是全宇宙 全宇宙50%的人口死掉 就是烟飞 就是不见掉了 就是一单子 之间 是不是 全宇宙有超 一半一半的人 不见掉了 输到很惨 没有的好打 全部加起来 打他也打不赢 但是呢 他们找到一个方法 你们知道这个方法是什么吗 就是time travel 时间旅行 他们就是找到这个方法 让他们可以回到去 是不是 让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来打 最后团结起来 报仇雪恨 这个就是故事嘛 对 但是呢 我想问你们是 这些故事 他都有一个常见的模式 我跟你讲的是不同的故事 但是这些故事 他们都有一个模式 他模式是什么 模式是这样 一个好的电影故事 就是一定有一个背景 先跟你讲这个背景 然后是不是 就跟你讲 他的困境 他的瓶颈 他的困境瓶颈 是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 没有的好解决的 就是西安 但是有一个转据点 他也有一个转据点 因为这个转据点的话 他今天有一个不同的 现在 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好的电影故事 一样的 他有一个背景 然后他遇到一个困境 一个瓶颈 人生跌到最低潮的时候 有一个转据点 然后转据点之后 是不是 他有一个不同的现在 一个不同的未来 其实好故事就是这样子的 OK 你还要听好故事吗 从前有一个人 他很年轻的 他是一个富家子 无忧无虑 但是有一次 强盗来杀死他的爸爸 杀死他全家人 他没有办法 他就逃走一个人 但是他打不赢 因为他不会功夫 结果有一天 他上山找师傅 上山找师傅 学到一个武林秘境 后来他回去报仇血恨 是不是 都是有一个背景 然后有一个困境 他的瓶颈 他的那一个 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然后有一个转据点 然后变成一个现在 不同的一个现在 一个未来 对不对 所以你讲故事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困境瓶颈 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有一个现在 跟一个未来 或者是有一个之前 跟一个之后的 那其实这个东西 很简单 如果是一个好的 Conger Water故事 是不是 你们都会讲 那我跟你讲一个 我的猫的故事 我一个小猫 这个猫叫做Rose 他是我们家里的宝贝 但是有一天 我们在他肚子下面 那边看到有一个洞 里面有龙的 怎么样好 而且就开始要放假了 放长假 去找医生也很麻烦 结果我们就用2.5 每天碰碰碰碰碰碰碰 之后两个星期 就是两个星期 什么药都没有用 你有没有看到他的 之前跟之后 有什么不同 所以这个是Conger Water的故事吗 就是要这样讲吗 如果我要讲一个好的Conger Business故事 也是一样的 我要有一个背景 要有一个困境 瓶颈 那个转移点 一直到现在未来 有所不同 其实是这样 但是我们很常没有讲好 那你看我的这个例子 我怎样遇到Conger Water 然后我怎样去做 然后怎样赚到钱 这个是一个好的故事吗 有没有那个 我怎样遇到Conger Water 我的未来怎样有 但是没有背景 没有困境 没有困境 所以这个故事 是不是不完全 不好听 因为是如果没有 那个困境的话 是不是你现在讲 你怎样怎样好 是不是 没有的对比 你明白吗 一套C是 如果那个主人 没有遇过挫折的话 你想想看 那个故事有几门 如果他讲 那个故事 Super Hero 一开始就赢到最后 还是那个Super Hero 从头赢到尾 有什么好看 好不好看 一定要主人 一定是有一个困境 他改变不了 是不是 他才 他才 但是他遇到一个转捩点 所以这个不可能的东西 现在变成可能了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故事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听我 再讲一次我的故事 现在这个是我的故事 我呢 其实是讲一个简单的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 我有一个太太 两个孩子 我认识到还原水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做了整十年 这个不同的故事 我们不穷 我们饿不死 但是我们也不富有 你问我孩子 以后要去那里读求 我到时候才算 孩子还小 我都是这样子大的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跟太太一起吵架 为什么 因为就是这样 饿不死 但是没有未来 其实我们不是没有去解决 这个方法 我们有去做不同的东西 我们有去赏识 做不同的东西 我们以前也是有去做 为什么做 想赚多点钱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 就是放了很多力气 去做事 但是做不到东西出来 或者是我们已经 做到很好了的时候 是突然间有事情发生 比如说我还没有 十多年前的时候 我是一个 一个 一个 这个 外国公司的 他们是做投资的 所以我们就找投资者 投资 他们的房地产 这是外国的 公司招牌 不是我 不是我不起立 我起立去做 但是有些东西 不在我控制之内 公司招牌 我们那时候就惨 所以这些东西 是也不是 一次发生的 就是一直不断的 就是我们一直不断的 想要去找别的东西 想要找一个突破点 但是找不到 找不到突破点的时候 不是两个人每次吵架 请问你们有这样子的问题吗 请问两夫妻里面吵架是 最多是关于什么东西 最多其实是不是 两夫妻不是只是讲钱 但是如果他们吵架的话 是可能有一半以上 超过一半以上的原因 都是跟全有关系 对不对 我这样讲不知道对吗 所以我们就很多那个压力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就是继续 继续去找新的一个东西 去做 西班牙有一个突破 一直到十年前 十一年前 我发现到这个能力 我当时也不了解 也没有想过 我也不要做了 那时候已经 哎呀不要了 不要理他了 不要去想象多了 有工就做 有钱就赚就好 不要去想以后了 没有想到再去创业了 然后这个来 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个特点 我们喝了这么多年水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 水可以有健康的 我只知道要吃维他命 才有健康 没有想过水可以有健康的 所以那时候就是就是这样子开始 而且我做东西的时候做对了 因为我以前的经验 所以让我想到是 哎如果我要做这个生意的话 我一定要有团队 我不能只是在那边自己做销售 我想办法怎样多好 是不是我一定要有团队 所以我们就是叫这样子去做 今天我的孩子跟我们 是不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未来 为什么呢 在今天呢 我们以前是钱不够用 今天不单只是钱够用 而且是我们有一个被动收入 这是以前想不到的东西 什么就是被动收入呢 被动收入就是说 如果我去Holiday的话 我的还有收入进来 如果我去Holiday一个月两个月 我一样还有收入进来 或者是如果有一天 我发生不幸的事情 我不能做工 我太太可以打过去 没有问题他不要做也不要紧 这可以 如果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的话 这个business可以立刻 留给我的孩子 他们就会吸尘过去 这个是我以前做了十年的 不同的工 不同的小生意 都没有达到的事情 但是在还原水三年之后 我就开始看到这一个成果了 所以我们很多以前我们觉得不能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都尽量要去做 好像这个是我带全家人去跳飞机 去跳伞 为什么我们去跳伞 因为我们以前是很多事情 觉得不可以的 很难的 很难的 不能的 所以我们就特别去做它 其实不贵的 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这是不贵的 一个人好像是200块美金 奥币 奥币而已 200多奥币 差不多800块一个人 他不便宜 但是不是很贵你知道吗 其实是可以做得到 也不难 坐上去飞机的话 到飞机那边 然后就 每一个人都绑在那个人后面 一个instructor后面 instructor在你后面 然后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跳 所以我就尽量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的人生之前跟之后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那好 请问 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背景 是不是有那个困境 我解决不了 但是是不是有一个转据点 然后因为我做对的事情的话 现在是不是我有一个现代 还有一个未来 对不对 请问我这个故事比刚才 我的那个第一个我讲我的故事 那个自吹自擂的那个故事 哪一个比较好 这个会比较好吗 这个是不是比较真实 真实的话 因为为什么这个比较真实 为什么这个会比较好 因为这个比较好 Set market. ATE尤 должен成功以及 Dobby this one has a background. ной 我够 one of the past what guys never were you were happy. něk 戴 detenitam round Investé Ele peeliona ndepic雄 Azul you have taken make a change in your life and that for and after that's why this is a story okay thank you seman allan allan why do you say this real what do you mean i don't want to allan allan uh k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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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一个很重点的东西 我不是书不便 我是像土层的一个 我也有很多我的问题 我解决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我不知道我几次可以退休 所以我就把这个困难讲出来 这个是很重点的 因为如果我的那个困难 没有这个困难的话 是我现在讲 我怎样赚到赚到钱 这样就不好听了 这个故事 不好听了 所以这个故事是这样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是不是你们如果要讲 是讲康根water的 康根water 如果你要讲一个健康的健康 比较容易讲 因为你一定会讲到那个问题 你一定会讲到 我以前糖尿病 吃了十多点药都不会好 现在我喝了康根water OK是automatic的 但是人家问你 为什么你要做康根water business 他不会讲 你知道吗 因为康根water business很好赚 你知道吗 我赢到这个康根water 然后什么什么 也很好 现在我未来 你不会讲前面那个问题 只会讲后面那边 因为注意到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问题 所以我们不可以 只是讲后面 你一定要讲前面 你一定要想好 你的那个背景 但是有时候 我不好意思去跟你们讲 我们认为是不是 我要去跟你们讲 我那个不好的事情 是很拔路 其实你的问题 人家都有这个问题 大家都有这个病 我们有什么病 钱不够用的病 或者是我们的梦想没有了 我们很多梦想 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20岁的时候 很多梦想 30岁的时候 那梦想就打折了 不要去讲点 去近一点的 不要肩 40岁的时候 孩子出来了 多岁的时候 不敢有梦想了 5岁的时候 全部梦想不要了 现在把那个梦想丢弃孩子 想要孩子 读很多书 做医生 做历史 把那个梦想丢弃孩子 是不是 我们都有这个问题 很多人外面都有这个问题的 老师说 有多少个人 外面的人 真的可以退休 你说 没有 OK 就算他们也可以退休 是什么意思 你要退休 这些怎样 不能以宝举 怎么这么退休 要不能以宝举 请问你们 为什么不退休 要不能以宝举 是什么意思 来 谁可以 我 我们也只有听到 这样 不能以宝举 不能以宝举 为什么要 搬 搬 去宝珠 他们以为 外国的生活 会比 KL 的来 是真的 你问他们 为什么他们这样讲 因为那边比较便宜 就是不要吃这样 不要吃这样 满满 满 是不是 Sircle里面有九个 讲到退休的时候 就是满满 满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问题 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把它讲好一点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 这个要点 你抓起来 我们要怎样讲 所以第一 你要先提前准备几个 为什么要几个呢 很简单 你要准备好几个 一个 健康的 一个宠物的 因为你遇到什么人 讲什么话 对不对 遇到的那个人 他有宠物的 你都要讲宠物的 简直 你遇到糖尿的 你要讲糖尿的 OK 你要健康的讲 健康 Business的一定要有 要提前准备 怎样准备呢 把那四个点写下来 不是在脑里面慢慢想 真的做好你的功课 把那四个点写下来 这个是重点 因为很多 是不是我给过 他的training 他没有写下来的时候 是不是 等一下我叫他讲的时候 是不是 他就 拼拔笼 不知道讲到去哪里 所以你一定要有那四个点 尤其跟第二个 第四个点 第二就是你那个困难 你有哪一个东西 解决不了的 然后讲到好 可能是我在那边公司 我很多压力 但是我没有办法 我还是继续要做 这个每一个人的不同 有些人是讲 我赚到很多钱 但是你知道吗 我没有时间 见我的孩子 所以每一个人不同的 所以那一个东西要写好 然后你才 才有 你后面才讲 你的couging water 你又要couging water 然后之后 那第二 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很信 但是媳妇 我刚刚才加入 我都没有一个 现在 我现在才是一个2A 还是1A 我要跟别人讲 我1A这样讲 这样你就要 接别人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是 现在或者是未来 我现在找到一个方法 我现在看到未来的 我以前看不到未来 我现在看到未来的 明白吗 所以你的故事 是不是要 或者是 你就接别人的故事 我有一个上线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叫做Dogia 就开始讲了 如果我遇到单亲妈妈的话 我要接谁的故事 我是不是要接Dogia的故事 如果我遇到一个朋友 行动不方便的 他又想做生意 但是不知道怎样做 我要接谁的故事 我就要接Uprise的故事 对不对 如果我接到一个 遇到一个朋友 他这个朋友 什么东西都做的 什么东西都做 我要用谁的故事 用谁的故事 Samantha Milted了 我听到你大 我不是听到你大 什么东西 Alfred Chan Alfred Chan 我还有听到一个朋友 是不是他做东西 是做了十样不同的东西 每一次做 是不是爬起来 又对下来 爬起来 现在我要接谁的故事 哪里 习父亲 习父亲的故事 也是从 所以你每次上来听故事的话 为什么要听故事 听故事 你就要借用这些故事 糖尿病的故事 你要借用糖尿病 你自己没有糖尿病 但是你可以借别人的故事 对吗 你自己没有羊猫的 现在你可以借我的故事 OK 所以你就借别人的故事 全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要选择 何时用哪一种 何时用哪一种 人家现在跟你讲 钱不够用 你走去讲 我有一个是不是水很好 我的猫 是不是人家好了 你之前 你还没有讲故事之前 你是不是先跟人家谈天 你要先了解人家 需要什么 人家已经听到了 钱不够用 你还要跟他讲 这个对cancel很好 或者是他说 时间不够用 你现在跟他讲 这个是不是 如果你花很多时间去做的话 是不是一定可以赚很多钱 你要讲 我几期历几期历去做 你在讲你的故事 几期历几期历去做 就做出来了 但是他之前跟你讲 他没有时间 他已经逃不到黑了 所以你可能就 你不是讲 那个故事的时候 可能你要讲 我们有一个是不是 他就是 但是为什么可以做 因为他做对方法 不是只是时间 而是做些什么东西 所以你选择 你的那个story 就预备好 那你就可以选择 几次要做 注意你的时间 就是试段 背景 背景 然后是这个困境 困境 瓶颈 然后就是那个转据点 转据点 然后最后 你要把它分到 差不多一样了 就是balance一点 那个故事要balance一点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是这样 你的问题 跟现在 跟未来 你的那个困境 就是问题 是这个困境 困境 就是number two 跟number four 那个现在 带个未来 一定要匹配 如果我之前是讲钱不够用 现在我讲 我有被动收入 如果我讲钱 不能 一个月都不能停 最多是停一个月 第二个月 直接就出问题 我的手 我的储蓄 就是可以顶一个月 现在我要讲 我有被动收入 如果我讲 我以前是从来没有去过 holiday的 是不是 现在我讲 我可以去我的holiday 如果我要讲 我以前是不是 哎呦 你知不知道 我头发一直脱 因为我公司问题很多 现在我就要讲 我现在做content order 没有问题 不用烦这样多东西 你知道吗 要对 所以有一些人 是不是他讲 前面是他讲 我以前很烦 很烦 很烦 很烦的 现在他讲 但是现在我赚很多钱 哦 不合理 不不大了 你的那个 前面跟后面不大 你的前面跟后面 一定要大 对吧 你讲故事的时候 要讲到 前面跟后面大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 然后第六 很重点 第六 what is next 你讲了故事 下一步是怎样 哦 为什么 因为 同样的问题 我问你们 为什么 要讲故事 因为不是要讲爽的 因为你讲故事 是有一个目的的 对不对 就是要引起 他的注意力 OK 然后 接下来就是 OK 你先讲三分钟 不是麦康跟我的 只是引起他们的 那个 好奇心 所以让他 他现在 哦 你讲到你的猫 这样的东西 OK 我可以跟你一个月 一个时间 来 我说一个 demo 给你看 或者是不是 你讲你的故事 我可以 给你看我的 那个business plan 为什么会这样 OK 那 这些是真的 今天下午 我跟一个朋友 去吃饭 吃饭 坐下来谈什么呢 不谈 坐下来 我就是跟他聊 你最近是怎样 你到底是讲 讲了半个多小时 都是讲 然后最后 而且他 这段时间 不是很够 我大概跟他讲了 45分钟 就是讲这样的东西 而且要吃饭 完了之后 是不是就 我就知道 要讲些什么 因为我们在 讲话的时候 是不是 就有谈到 他就说 其实我讲 你最近 其实你的目标 是什么 你做人目标 什么 他就 其实是不是 financial freedom 是很重点的 年轻人 什么是financial freedom 就是财务自由 是很重点的 他就讲了 我没有讲什么东西 我只是 听一听 OK 然后后面 我就问他 其实你看 讲到财务 自由 是不是 是很特别的 一个东西 如果 有一个business 可以帮你 拿到财务自由 你会要研究吗 他说 OK 我可以 我可以跟你讲 我的故事 然后 我就用了 因为有时间 所以刚才 我的故事 差不多是讲了 10分钟 但是是一样的 ABCD 讲完了 我没有做demo 因为不可以做demo 因为真的 我只是约他出来吃饭 所以没有做demo 我讲完这个 OK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 我发一点资料给你看 可以吗 但是 想跟你编一个时间 因为我这次给你看 整个的marketing plan business plan 那product 全部一起看 OK吗 OK 给我一个时间 我的appointment是什么 我的appointment是讲 business appointment OK so 重点 讲故事 是有一个目的 是有一个原因 不是讲爽 不是要 讲我的故事 给人家听 不是 是有一个 so what's next 这个是重点 OK 然后 这个是 差不多最后了 我要鼓励 大家 是不是 要创造你的一个 全新的energy故事 那尤其是 如果你们是旧人 我现在是跟你们讲 你们是那些6A2 6A 6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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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A3 如果你们是旧人的 是不是 那么我要鼓励你们 你们要有一个 全新的一个energy的故事 全新的 为什么 如果你的故事 还是在你的 那个开头的 那一故事 这样你就应该要 做一个新的 如果你的那个 外水席 还是5年前的 那个外水席 10年前的 那个外水席 你没有新的 一个外水席 是不是 这样 我们要有一个 全新的energy故事 OK 我可以跟你们 再讲一个 my story number two 这个是这样 OK 那背景是这样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 做congan water了 我的congan water的时候 是不是 我是actually hurt了六个月 才决定 去做congan water 的时候 刚时候 然后我 六个月 我就上6A了 所以我上6A 我上到6A2 是不是 都很顺 因为我有 我有 我有两个组织 我有两个 两个 一个是businessman 两边 他们就去做的时候 我就上到6A2了 但是我做到 后面的时候 是不是 我遇到一个 困境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的两条线 是不是 有一条 是不是 屏屏绑绑绑 走出很多个6A 但是有另外一条线 是不是 你走了 你知道为什么 你走吗 因为他是 自己做的 自己卖的 卖到6A 然后放 太太的名字 又做 又做到6A 都是自己 OK 所以没有 人出来 下面没有人出来 所以我就断了 一只脚了 我要下去 帮也帮不到 因为没有人 没有 没有领袖在那边 加上 是不是 我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问题 我跟上线 是合作不来 我上线 合作不来 那这样 没有办法 跟上线 合作不来 因为以前 就是一起做 一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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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合作不来 有问题 很多问题 合作不来的时候 怎么样好 已经 已经掉在那边 stuck在那边了 进又进不到 只是看到 就是这样了 上不到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做了 一个很大的决定 很重要的决定 我跟我太太 祷告 缠了之后 是我最后的决定 我们是不是 一定要站起来 从影子 从别人的影子 里面站起来 OK 想办法 是不是 不管怎样的好 是不是 不要再做 要 要 要 把自己 的东西 做好 要把自己的东西 做好 所以那时候 我们就 下了这个决定 之后 是不是 然后是不是 就有一个朋友 他说 他想要做 这个Condom Water 但是他人 是在KL 那时候 我做到6月2 没有去过KL的 如果我要去KL 是不是 要算钱 要去KL 要住酒店 要飞机票 多少钱 要算算去 所以我就 不是很有心 去KL 但是他说 他要做 而且我又需要 这个决定 是不是 我们不管怎样 就是要冲了的 所以我就过去 我一过去 是不是 就是一个礼拜 明明一定要做到晚 才回来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之后 这一个团队 出来了 RISE 出来了 多加 出来了 马来团队 北北方吧 出来了 今天 这一个团队 是不是 他的 总数的6A 然后出来 后面的时候 还有Alfred 这个总数的6A 比我其他的 那些 我以前不是有两条6A 现在 这一个6A 这一条线的 总人数的6A 比我以前的 那些所有的6A 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如果当时候 我没有下那个决定的话 这个就不能发生 所以我的 班格就从6A 跳到去6A 24 也是因为 有这个新的线 OK 这个是 我的story2 你们知道吗 你们有听过 我的story2吗 比较 senior的 那些leaders 他们就有听过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比较 比较 伤 深一级的 那一个 就是 所以一个人 是不是会遇到困境的 6A 也是会遇到困境的 6A 也是会断脚的 因为有一个主要跑 另外一个主不要跑 当时候 你就要下决定 怎样呢 你可以在家里 哎呀 生气 哎 不想做 失望 或者是 你想办法 把它做好 当时候我们就是 下了这样子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决定 去把它 把它做好了 所以我们 就是有一个新的故事 出来 来 我这个是要鼓励 因为 有一些 我们在这边的 你是6A 你是6A2 你是6A2 可能当时候你做的时候 一帆风顺 但是你 现在可能 start在一个某一个阶段 不要 回心 你要做一个全新的 看个故事 一套戏里面 是不是 这个起 这个落 跟这个起 是不是一次的 可能是有很多次的 一个好的movie里面 它是actually有很多次的 又跌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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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故事才好看 才好看 因为每一次起来的时候 它是比以前的更高 这个才是这样 OK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 share的故事了 这个故事好听吗 这个故事OK吗 有些问题吗 你们 Hello 还有没有人在 还是睡觉了 你们听故事 听到睡觉了 这个故事很好 这个故事很好 不是听到睡觉了吗 你们 还有 热血飞腾 热血飞腾 因为我们都有 失望的故事 问题不是在 死亡的故事 问题是你的 那个转捩点 你想通了些什么 你决定要怎么样去做 然后后面的故事 才好玩 对吗 对吗 OK OK 来 分享一下 你们听到些什么东西 有学到些什么东西 这个 关于你的故事 关于什么东西 有没有人 想要分享一下的 来 开给你们讲 开给你们讲 开啊 有没有 会讲故事吗 请问你的故事 大纲 写好了 没有 我刚才也讲了一个重点 我说大纲 一定要写出来 一二三四 那四个part 重点 你要写下写下来 不写下来的时候呢 到时候叫你去讲的话呢 就 不知在讲什么了 OK 这个是真的老实话 很多的 有时候 我们叫一个人来 你讲你的故事 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讲了五分钟 还在讲 我当时候遇到还原水 一喝了之后 肚子痛 冲了三叶 三叶 还在讲那个故事 还没有讲到去重点 所以 所以讲故事 要讲得好 OK 你要把那个大纲 写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么重要 比如 我在带了一个朋友 上去Energy Office OK 我带了一个朋友 上去Energy Office 然后 我 看到多家姐过来了 多家多家多家 过来一下 这个是我的新的朋友 OK 来 你跟他谈一下天 好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谈天吗 其实是不是 多家就收到了 他就会跟我讲一个三分钟的故事 对不对 三分钟的故事 你想这个好用吗 好用吗 对不对 或者是不是 我在那边 Michael Michael 你过来一下 这个我的新朋友 他也是做IT的 他也是做IT的 Michael 你知不知道我叫你过来做什么 因为你可以讲三分钟 你也可以讲一分钟 其实你来对了这个地方 我也是做IT的 以前 这个问题 对不对 Steven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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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You got a friend This one engineer Steven不是来 I was an engineer You know I engineer many many years But when I retire I actually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n I sit at home I also use the saving So now But then I saw cannon water 哇 你可以讲他的故事 对不对 你想想看这个有多好用 因为如果我一直在那边 跟人家讲我的故事的话 他听我的故事 听一次很好听 听第二次 不能不能一直听我的故事 但是他可能听到别人 而且是不小心遇到的 在office遇到的 或者是在茶店遇到 School Daddy 过来过来坐一下 不小心遇到的那种更好 这些是真实的故事 如果我们在这里 每一个人都会讲三分钟故事 哇 你说这好用 那这好用 那这个就是三分钟故事的重要性 我们是不是很多不同的人 不同的故事 你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讲好你的故事 如果你还没有一个好的结尾 你没有一个现在 你还没有一个成绩给人家看 这样你就要讲 我现在有一个期望 有一个盼望 但是你肯定有那个困境 你肯定有一二三 第一背景 第二那个困境 解决不了的 第三 你怎样遇到感到我的 你可能第四还没有 可能你还没有一个真正的故事 但是你可以讲 现在我可以看到一个希望了 我可以去这样子去做 我现在就是要从 我现在就是要做这个 明白吗 OK 好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 你们现在跟我写 你四个点出来 只要做功课 现在做 OK 你写你的四个点 你的背景 两句话 最多两句话 每一个 用点写出来就好 不用写到 我有八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多少岁 第二个孩子多少岁 不用 你就是要重点 你的背景 然后你的困境是什么 每一个人的困境都有不同 不要排写 不要 不要怕给人家知道你的困境 你的困境是什么 这个是最深真实了 退休不了 钱不够用 太多压力 还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你没有满足感 你在那边做 就是钱 为了钱而做 你不开心还在那边做 这些都是你的困境 把它写下来 然后写下 你怎么样遇到 环游水 然后第四 写下来你的现在 或者是你的期望 你的未来是期望 其实我要把它改一改 那个未来要把它改去期望 期望 期望 我的期望 OK 来 写一二三四 写四个点 每一个人要写 真的很重要 你不写的话 我的经验 就是告诉我听 很多人讲故事 就是乱七八糟 OK 不 很简单的 可以吗 你不写的话 我就叫你上来了 讲 17年 哇 17年 是谁来的 这个 卡曼的 写四个点 四个点 小便 感染 而且我想要你们写 看跟 business的故事 因为如果是 看跟 help 看跟的 那个健康 很容易讲 OK 所以你可能要学习一下 怎样讲 为什么你要做 hungent water business 为什么你好好的 一份工不打 为什么你要去做这个 OK 这个是重点 你要怎么样去讲这个 大肠肿瘤 哇 这个发生总流出来了 你可能要先把它 没有一下 先没有一下 哎 我是小便 我是空了 小便 感染 是 背景 困境跟瓶颈 转锐点 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期望 一个盼望 来 谢谢 好了 谢谢 好了 OK 很好 你有写 但是没有背景 没有困境 现在只有一个期望 所以我要那四点的 你写这个四点 这是一分钟 如果你可以写四句话 这个叫做一分钟见证 如果我的四句话 我是一个很普通的 人 我有一个太太 两个 两个孩子 但是我没有办法 在经济上有一个突破 我在生意上 我没有一个突破 但是十年前 我遇到这个还原水的时候 它让我一个很大的突破 今天呢 我是有被动收入 我有一个全世界的生意 OK 一分钟 我要劝你们讲一分钟见证 你想想看如果下一次 是不是 我做一个 我做一个zoom event 我放十个人那边 讲一分钟见证 爽哦 如果我可以拍二十个人在那边 讲一分钟 你就是讲这四个点 你出来就是度出来而已 这四个 OK 所以写好了 然后有四个点才来 来 所以写好了 来 动给我听 一分钟 来 我帮你 我帮你改一改 我现在是兼制做 偏激的 知道吗 我如果不做 Congren Water 我就会去做偏激 哈喽 我写好了 写好了 是米亚是吗 对 OK 是中国的 你在哪里 也是在那里吗 对啊 跟宝丽在一起 跟宝丽在一起 来 你说你的故事 我现在要一分钟版 就是没有 不用去形容 就是讲出来 你的背景是什么 你的困境是什么 你的转捩点是什么 现在你跟 你的现在和未来的期望 好的 我的背景 我是一名传统拍打师 做了七年 目前我遇到的这个困境 就是发现病人越来越多 拍不过来 我自己也比较累 然后还有就是 拍我就有收入 不拍我就没有 而且这个现象呢 也就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也就觉得比较明显 那转折点 就是我遇到了宝丽 她也是拍打师 所以她介绍了 还原水给我 让我看到了 这个还原水 对人的健康 不仅有帮助 而且也可以作为 我的被动收入 来辅助我的生活 那我对 我现在呢 就做我自己的本行 拍打工作 感觉就没有那么累了 就是心里没有那么的焦虑了 然后未来呢 我觉得我可以带给更多人的健康 而且在被动收入上 也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完了 完了 这个讲得好吗 你们认为怎样 请问一到五星 一分到十分 十分没满分 这个要给多少分呢 这个是一分中间 这 Alan高 Alan高说给你八分 八分 给你八分 八分 八分 如果是 这个在奥林匹克里面 跳水的时候 可以拿八分 多加是七分 好 多加 你认为这个东西 有哪一方面 可以比较进步一点点呢 怎么样 从七分 变成九分呢 多加 前面 维亚讲得很好 就是当 遇到还原水的时候 那一个 那一个点呢 就比较模糊了 还有对 未来的展望 那边 轻轻带过 太轻了 对对对 因为他没有想好 所以真的 这个是可以进步的 所以转据点 你也可以这样子说 一开始的时候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水 然后我 我查了说 我整个人都相信了 这些也是可以 这样子讲的 这个 遇到还原水那边 然后 然后就 就 后面的那边 是真的要讲清楚的 你对这个被动收入 有展望 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刚才之前 因为你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困境 你讲了两个 你又讲健康 就是我拍打 但是 病人不会好 然后又顺便讲 我的 我的这个 这个 有拍就有 钱 没拍就没收入 所以 因为你是讲两个 一起 后面的时候 就模糊了 焦点 对吧 所以 其实可以分成 两个故事来讲 你要看什么情况 如果你是 说健康 你就说健康 然后我拍打 但是现在呢 我看到我们 我还是一样 做拍打的工作 但是我介绍 他们喝 花圆水 他们的健康 选择很多 而且我没有这么累 我自己不累了 但是如果你说 你如果是要说 生意的 这个经济上的健身 你就说 你就专攻一科 就说 我以前是做 拍打的 但是 有一个问题 我拍的 我拍才有收入 没拍也没收入 但是我在这里呢 看到有被动收入 第四的时候 你就看到 可以讲 这边有被动收入 怎么样 因为如果我可以 做团队的话 我可以组织 我的团队 我可能有被动收入 这样子就比较完整 对吧 对对对 是的 而且你的 你的 你的那个背景呢 也是一句话带过 我是一个 你说多少年 你好像有说 多少年 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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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做了一个 七年的拍打 收入都蛮不错的 每个月 大概都有 多少多少钱 但是呢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有拍就有收入 这个背景也 也比较清楚一点 知道 就是多加一些细节上的东西 一点点的细节 对 一点的细节 一分钟还是可以讲了 有一点细节 出来的 嗯 嗯 OK 好 所以这个 有进步空间 这样改一改 就可能 大到 久了 OK 对对对 对对对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不错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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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OK 好 来 有哪一位来来试下看来我们帮你做偏忌把你的故事改到好听一点 Leaders actually all of you must try啊哈哈哈你不要跟我讲牌写哦 Leaders actually leaders must 以身作则出来讲你的故事 一分钟也好 OK Alan啊 Alan来 Alan OK 我已经在同一个行业已经20年了 OK 所以在这20年里面的收入也是不错 但是要 过一些更加没有烦恼的生活 就是不用去担心 在你退休的时候 那个财富 那个retirement scheme 所以就接触到Kengen business还有他的benefit from 一个朋友 所以在那一边呢就看得到有去听有去看 也看得到这个Kengen business的 future可以带来我们一个很好不同的 living style 所以在这一方面去 在加 在加 我会更加努力 我会更加努力 如果他们需要更加努力 他们知道你能做的事 所以你只能知道 我已经在车磷 车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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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xpert in my life i know everything so i have a very experience in this i in these 20 years i make quite a lot quite good money but i have one problem that i cannot see that ther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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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tirement there's no future in this the moment i stop selling i don't have any income now ellen if you have children or not family yeah i have two okay last time no problem when i was single but now i have two kids and the kids are growing up they're going to university so i have my problem is getting bigger now you know but luckily a few months ago i met this amazing japanese company 48 years old you know yet they have a they have a business model that is so special they can let people have good starting income and also have a chance to build their own passive income and this company is 48 years old very very strong so today i have decided this is the business that i want to really go and build i can see myself do something i should have started this business five years ago i said if i know this earlier i should have started earlier no but this is what i'm going to do for the next few years i want to put in my effort to really build this because i not only i want to make good income but i want to build a passive income right and i'm doing this for my family so is it is it better if i change yeah uh it's much more flowing yeah much more flowing ah yeah see i uh okay one day if i don't do content i can do what i can say that i don't know i'm going to do one day and i'm going to create a small business okay okay colemanesa self-direction 在夜市做生意 服装做几年后有中国人来忙 抢生意 根本不能理他们比较 价钱后来做不成了 过后再换一份工也做不长久 一年前我一到花银水喝到很好的也听到上司讲 看到他们现在的成绩 我也很想有他们稳定的收入 OK 有背景 有那个困境 根本不能他们比较价钱 后来做不成了 再换一份工也不长久 所以你也可以讲 当时候我是很失望的 一年前的时候 我遇到法院水 喝到很好 我就开始喝到很好 那我也听到他们讲 你觉得他们是很好 OK 你可以讲一个期望 OK 那这个期望 这个未来 我觉得比较少一点 所以这个未来 是不是你可以用这样子来讲 所以我现在已经决定了 这个就是我要做的生意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 我可以做得很好 我要把我全部的心情 放现在做这个 所以你可以用 你讲你的未来 OK OK吗 就是你的第四点 你的最未来 我也很想有他们稳定的收入 或者是 所以我要跟住他们的呼法一起做 你讲好一点 这边 第四点那边 好吗 好 谢谢 现在还有做夜市吗 没有了 没有 所以如果你要接别人的故事 你要接谁的故事 有谁做过巴萨马兰巴萨巴基的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多家 多家 OK 来了 OK 所以他有 他有那个夜市的生意 所以下次 所以你多听故事 可以借人家的故事 他是做过巴萨马兰巴基的 但是今天 没有很定的收入 OK 所以 谢谢你 所以这些东西是都可以把那个公司 故事写好 如果你把你的大纲写好 用完你这个可以再写好一点 现在你这个写是一分钟的 等一下是不是你可以把它写 多一点细节 把它变成三分钟的 把它变成三分钟的 下次是不是你自动 下次 下次有一天你上台的时候 十分钟你都不够讲 十分钟都不够讲 下次还要讲到流眼泪 你不去呀 我已经 糟乖 什么 没有 那时的中国 那时中国的女人来到 他们都是很便宜 很便宜的那些衣服 我们根本都很难很难做 OK 所以你这个 你把它整理一下 把它写出来 然后现在是从一个point 一个point 一个point 然后变成三行 三行 五行 五行 那你一分钟就会变成 变成三分钟 三分钟就可以变成五分钟的故事了 写基本就是这样 一个大纲之后 它才加那个细节进去 对 OK 来来 多一个 谢谢 来来 我来讲 我来讲 多家来 试一下 我叫多家 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 因为我是从一个小地方来到吉隆坡生活 那个时候是2008年 带着两个孩子在吉隆坡生活 真的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做过很多份工作 有做过小贩 还持压经历 要找拐 OK 然后呢 晚上呢 我就会去唱歌 就是类似的调花场 赚起一些的额外的收入 可是也不是很好 因为要赔酒 可是为了钱 我还是一直一直继续的东早西早工作 我也有做过一些service 比如讲枯渭 我也有做过 可是当时在做的时候呢 我很想往这种传职销的所谓的被动收入 在我以前来讲 这个是一个的非凡的收入 时间自由 收入自由 所以我也做过一些传职销 不少过时间 可是选不对公司 糟糕 让我的财务一来一页 紧 因为这么欠下很多顿货的钱 一场游戏 真的是一堆货 可是直到我意义到我的贵人 就是Bride Chow 他在2013年介绍了我还年税 进入还年税生意 真的是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真的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我慢慢地从一间500车的主屋 主屋子 每天还需要重新开始的那一个的赚钱 因为每一天都归零 慢慢地 我有了自己的车子 我有了房子 而且呢 在两年前 我还进入了这个的升级 在还原水里面的所谓的Desk Tree 所以每一个月 大致上保守 有额外的一个的稳定的收入 5000块美金 哇 真的是这个 很让我的人生改变了 这个时候也是在MCO期间 我没有讲到在MCO期间 我在家里用着学习 用着这种我不熟悉的Zoom 可是呢 公司因为借由我带出来的团队的发展 还有供应了我 真的有一个非常好的稳定的收入 让我可以继续地 供养我的孩子 在中国读大学 而且呢 我女儿也看到了这个还原水的这个事业 也一起地在还原水里面和我打拼 所以现在是 Change your water Change your life Change your house key Car key 而且呢 还Change my face 所以呢 在还原水的这个事业里面 我可以说是越活的越写意 也越活的越有意识 因为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这个的 经济的改变 而且呢 我觉得有一种非常有意义的就是 我也可以协助很多人去改变他们的这个的经济 所以在 我相信在还原水事业里面 我可以发展的更加好 因为现在MCO开通了 我要安排着跑出国外去发展更大片的 还原水的这个事业蓝图 所以我相信日子会一定会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OK 谢谢 OK好 国家有困境 有 现在跟未来啊 但是背景很短 还有那个转捩点很短 就5%45%45%45% 你的那个困境讲得很好 那个背景只是不大平衡一点 可以 如果是可以二色三色 二色三色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点 至少多一点点 不需要一样 不需要大家都是一样 25%45%45% 但是那个背景讲好一点点 或者是当你遇到的时候 遇到的时候 你可以讲 当我遇到的时候 比如讲你遇到的时候 其实我遇到的时候 刚才我不能接受的 因为那时候还在做做其他的一个公司 我不敢放弃 你可以讲这样的一点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还是鼓起那勇气 就大出了一步 你可以这样讲 那个 对的 因为这些人很多人 他们都是有感同心 就是要还是不要 还是不要 你可以讲这个 这个出来也是很好 然后就讲那个后面 所以最少要有 二十三色 二十三色 这样 不一定要是 不一定是 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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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十三色 二十三色 那个前面 那个背景 那个 那个 那个困境 是不是跟那个 是讲了好的 而且困境 这个后面 是不是应该是要对比 如果是钱不够用 后面就要讲 钱 有多余 现在有多余的钱 如果是以前是讲 以前买东西不敢买 现在你就要讲 现在可以买车 买换屋子 以前都是 买一辆旧车 就是用到 以前吃一辆五十零级 第二天就要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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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 你讲前面的 一个小 小世界 是这样 是你后面的 就 后面就 不会去 这样就 就 就 很好 所以每一个人的故事 都可以写好 可以有进步的空间的话 但是如果你有写下来 你就会进步 你没有写下来的话 就是有这个问题的 我跟你讲 真的 所以 时间是有限 还有 还有 还有人要讲吗 还有没有人要 多一个 我们十点半 一定收 我来讲一下 好 保利来 这次我要一分钟的 刚才 都家里 他就讲了三分钟 去了 我一分钟的 我只是要那四个点 好 OK 来 我给你们改一改 谁帮我写在上面 第一点 第一点 我是一名 点点点点 谁帮我写 好 我是 谁帮我写在那里 我是一位 点点点 这是第一点 等一下 等一下 谁帮我写在 写在那个布告板那边 第一点 我是一位 点点点点 谁帮我写 谁的中文 OK了 帮我写 第一 我来写 你写 第一点 我是一位 OK 第二 第二呢 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OK 第二点就是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 OK 第三点 第三点 但是有一天 OK 你们是不是 但是有一天 然后最后一个是最后一个是什么 今天呢 今天的我呢 今天的我 今天的我 OK 好 保力可以了 就跟着这四个 哈 跟着这四个 来 我是一位 好 来 我是一位 因为有两个孩子的妈妈 华德福的家长 我有一个很困扰我的问题 就是在经济上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两个孩子上华德福学校 每年最少十多万的学费支出 但是当2017年我碰到还原水 了解了还原水的制度之后 我知道 就是我的心开始定了下来 然后我知道我可以有 有办法 有能力 支持两个孩子 上学的经济 包括 特别是今天的我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还可以从广州大都市来到大理 这样一个三清水秀的地方 半躺平的情况下 还开发了新的团队 在经济上有了稳定的收入 所以非常感谢 欢迎谁 公司和我的领导 非常好 很好 这个好吗 这个好吗 你们说 十分的话给他多少分 所以很好 这个就有文有理 有文有理 有文有理 但是如果你在加每一行 每一点的加三四行 这个就变成一个三分钟的见证 五分钟的见证 有文有理 而且他有讲到他的困难 就是经济上非常的压力 可能没有什么讲到现在的不同 我想提出一个重点 其实有一些人是不是不大习惯 如果你在已经做了还年水 你已经有点小成就的话 请你勇于告诉人家听你的成就 你不要以为你在还年水里面看到这些人赚几层赚几层外 你的就很少 有时候你告诉人家听 我在三个月里面赚了这么多钱 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们是蛮吸引的 所以不要怕跟人家讲你的 你自己经济上的改变 保利你就可以再说 在这几年的疫情 疫情 但是在这疫情当中 我有这样子的收入 三年一百万是吗 维亚 保利是吗 三年一百万 保利 Frozen要 保利什么不见掉了 保利 三年一百万的时候就要讲三年一百万 真的 人家不知道 对啊 不去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来 谁要 我 我是哪一位 看不到名字 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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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你来 一分钟 一分钟 半 我是半途 插进来的 我试一下 我写了一个很乱的稿 这样我就讲一下我的背景 你要四点 你跟住那个 我是一位什么 但是我有个问题 我是美人家 我是美容老师 是理疗师 一路来都是从事传统生意 不能复制 使用了还原水后改变了我的健康 然后我的 但是我困身 困身啊 工作很困身 生活很单调 然后进入还原水后 两个一起走 就是两个 还原水也做 然后理疗也做 带动我的生活多样化 然后健康也 自己也健康 也改变了身边的人的健康 生活多知多采 然后也有了团队 然后很开心的一起帮人助人 同时经济也一直在提升 那么就是时常借用他人的故事来带团队 使到每个人能够得到 很好的提升跟改变生活 我的展望就是 6A23然后将来有这个被动收入 OK 有有有 我听到你的问题就很困身 然后你有讲到今天的 只是偏排那方面没有排好一点 对 OK 对你看那个 对你看那个 我是一位 医疗师 然后我是美容师 然后你就解释 那还有一个 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美容师 你就解释你是一个多么好的美容师 OK 不要担心去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engineer 20年的engineer 你就说我是一个20年的engineer 你讲一分钟吗 我都没有时间讲 对对对 correct 所以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做了30年的美容师 这样也可以 所以就是我是 而且我是有皮肤专科的 什么什么叫美容师 也是一个理疗师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做的东西不能复制 我一定要亲手去做 才能做得到 OK 但是而且生活非常单调 没有办法 就是每一天去office回家 在店回家 但是有一天 这个刚才你没有讲到 这个是有一天 但是我遇到一个东西的发言 所以你可以讲 这个两句也好 是一开始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后来呢 我研究了之后 我觉得它真是太好了 所以我就用在我的理疗之后 而且我也开始从事这个事业 那今天的我的 这样就有文有理了 我们要做到它 就是有文有理 这样子一步一步去 OK 好 OK 保利好的 保利 美娅问你是不是三年一百万 对吗 对啊 对啊 我刚才本来就想讲 我要不要讲我的收入 是已经超过一百万 OK 这一个是重点 OK 那在座的各位 三年一百万 是一个很好的 但是你知道吗 我三年赚了十万 也是可以很好 也是可以一个好的 或者是你说 我 我在地 我做了三个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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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赚了两万块 其实有时候 数不小 你也不要怕 跟人家讲 有一些小成就 也算是成就来的 对其他的来讲 尤其是你是说 我三个月 我做了几个月 但是其实我还没有真正的开始 但是我有一点收入 我这边有几千块 有一万块 其实人家是不是也做得到 所以 所以有时候 但是如果是你是 5A6A6A26A2 请你不要 排写去讲你的 那一个 关键 你的成绩 其实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OK 媳妇 我可以试试看 哦好 今天晚上 我们不用睡觉了 来 我可以试试看 好的 我其实呢 是一位钢琴老师 我21岁就开始教钢琴 我今年47岁 但是在MCO之前 我其实收入是不错的 我可以有三四十个小学生 但是因为遇到MCO 我的 就是收入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然后就是在MCO期间 我遇到我现在的上线 其实我已经用了 还原水九年多 当时我之前的上线 他从来没有 after sale service 也没有教我怎么去用水机 但是在MCO期间 我最低落的时候 我遇到我现在的上线 就是Louis 是他从 我是一个不懂得 怎么用水机的人 教我怎么去用 然后我就重新在 考虑过我的人生 要怎么走下去 所以我就 all in 我去开个屋口 买到另外一家 就是水机 然后就把那家 已经用了 现在已经在 11年的水机 送回给我爸爸 当时是9年 所以在我很困难的 这个MCO期间 我做得不容易 因为我不能到处跑 但是Louis 没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 直到我现在 虽然不是很大的成就 但是至少我有一个3A Going to要上4A 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 在改变着我的生活 只有一个 我想要我的生活改变得更好 让孩子有更好的 就是学习环境 所以我觉得 我有今天 也是要谢谢自己 啃他出来 所以当天 我在上个星期天 在dinner的时候 我见过所有的领袖 我是从来一个 不跟任何领袖 或者是什么人拍照的 但是在那天 我把所有的领袖 都坐在我的身边去拍照 因为我想改变 所以我要改变 只能要靠自己 如果我不踏出这一步 我永远都不改变 我也想成为你们这样子 这么棒 虽然我辞了11年 但是我还觉得 我是有希望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不要放弃 不管你几岁 只要你有梦想 你敢容易踏出来 你永远都会成功 我也希望我可以 像各位大领袖这么成功 谢谢 OK Thank you Kim 后面的是motivation了 激励讲话了 Kim 可以进步 你的背景讲得很好 所以你说你收入是不错的 那背景通常是比较好的 所以对不对 背景是要讲得比较好 背景 你是 你的背景是 像Kim的背景 是他收入不错 因为他有很多 很多学生的 但是你讲那个MCO的时候 你是一句话就带过了 其实你要讲多一点 重点是第二 跟第四 第二很重要 第二就是那个困境 所以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就讲MCO对我影响非常大 突然之间我没有了学生 我的收入就从高峰 五位数 立刻就变成零 对吧 是不是这样 可以这样子讲 可以这样子讲 你要你自己的方法讲 我只是用来猜 你的故事 所以你想想看 我们家里是不是 立刻收入就停顿了 只剩下我的账股 所以你要讲 那一个东西 然后我遇到还原水 有一个东西要注意 我遇到我现在的上限 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呢 你在这边讲没有问题 你如果跟外面的人讲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用上限那个名字好吗 不要用上限那个字好吗 好 所以用partner吗 对我现在遇到一个好朋友就可以了 我一个这个朋友 他关心我 他就我以前是不是 其实我早就已经认识了这个还原水 但是我对很多东西不了解 他就来教我 就好了 partner或者是 你不用讲partner 所以你现在是跟你的朋友讲你的故事吗 现在你讲我有一个好朋友来帮我 但是你是告诉你的朋友听吗 其实有好朋友是一个很好的字 然后最后那一点 是不是我有一个很重点的是这样 虽然我的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我已经3A 现在正在4A了 请问你的朋友会明白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我现在已经3A了 现在正在进入4A 顺序刚才你是不是这样讲 对 对 请问你的朋友明白这个是什么吗 如果是有则的marketing plan了 他们应该是知道吧 所以如果没有听过marketing plan 或什么 你最好就是不要说3A 不要这件是什么呢 那么我在MC做这段时间 人家就是在家没有东西做 但是我就是出去做这个 我在这MC 我这段时间 我有一个小收入几万块 3A是不是有 3A是不是有万多两万块 有 你讲嘛 万多两万块 你以为很容易拿着面 他们那些 也没有啊 我这个只是开始而已 一个起步 我在这样子都 在MCO这样 不能出门的情况之下 我都能有一个两万块的收入 所以我对这个的期望很大 我知道我这个只是开始而已 所以 在前方面 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要 直接了当一点 因为人家不明白 你告诉人家听 是6A 他不明白 你跟他讲 这100台 他会听到会很难 但是 比如说 一个人家 你知道6A吗 我的朋友是一个6A 6A就是这些人 他的总收入 已经超过了30万以上 他做了一年 他就做到了 哦 哦 这样人家就明白 什么是6A 哦 30万 30万他就明白 好的 明白 报告 报告 报告就是这样 要学习吗 要学习多一点吗 要学习多一点的话 不能忘记每一个星期二 去到哪里 星期二 这个是我们的星期二 每星期二晚上9点 都是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东西 那有很多人以为 那有很多人以为 我们星期二晚上是英文的 这个不是英文的 这个是才有分两段 第一段45分钟 我们9点正开始 是OK 9点正开始 45分钟呢 是跟 是自己就会有一个小一个主题啦 主题是一起学习的 但是呢 9点45分到10点半呢 是什么呢 就是分组讨论 所以如果你是在 麦克奥的主 你就跟麦克奥的主讨论 如果你在多加的主 你就多加讨论 你的主是讲中文的 你们就进去讲中文 你们的主是讲客家话的 你们进去 你们讲客家话 我们分组给你们 让你们自己在里面讨论 OK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英文会议 而是在你们分组里面讨论 你们可以在做 real case study这样子的 我们星期一呢 今天也是有一点学习啦 但是我们星期一呢 会越来越多呢 是会关于看个小故事啊 看个的 多数是让可以新人 也可以上来 他没有兴趣要做生意的 你也可以邀请他上来星期一的 因为我们可能是讲一些 见证给他听啊 会有很多人见证这些东西 好吧 所以但是呢 星期二是经销商会议 是真的来学习的啦 OK 所以这个 你们看chatbox里面 都已经发出来了的 大家星期二晚上见 所以宝利 你们要上来了 好的 国家都有来的 坚持上来学习 上来学习 然后你们分组的时候 就可以 明天也可以继续学习这个 做好你们的故事 明天 也可以 好吗 OK 大家有学到东西吗 今天 OK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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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我们下星期见 或者是明天再见 OK 感谢大家 thank you good night good night night thank you good night good night good night oka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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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li